今天早上起床時,11點多,差不多12點 看到Facebook有些人踢我 在一個page的文人多說話中 有人問一些電影場景,關於價格有錢人 我絕對不是專家,不過我比較有空 還有我專做這件事,所以大家就去找他吧 所以今天就來先找一些價格有錢人的電影場景 其中一部,他們就集中問究竟Ami和Wilson 第一次相遇的位置究竟是哪裏呢? 我看了兩網,我覺得這裏是最遲的 癡媽筋 癡媽筋的 有什麼記者招待會啊,不如回公司吧 淺水灣酒店 當時看,Wilson,林海豐應該在這個位置在吃煙 鄭秀文,Ami應該在這裏出來 接著就被Wilson的保安按住在牆上 你被人非禮啊,我幫你報警啊 我幫你報警啊,好嗎? 你不要搞啦,你這麼喜歡報警啊,你 RELAX! RELAX! 外面等我 電影畫面也拍到一些附近的柱子 車牌就沒事了 這個建築風格都很獨特的了 你好,Wilson,多多指教啊 小姐,剛才你見的東西可不可以只有我和你兩個人知道啊? 還有地下的地磚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變過的 我相信其實都維持了很多年了 我對他的歷史也有少去研究啦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的話 就看過Monica 我找張國榮的拍攝Monica的地方 研究了泥都一段時間 消失了泥都附近就是這個淺水灣酒店 很多人當時就問會不會是淺水灣酒店啊? 所以就當時看了他的歷史 這裡太漂亮了 就好像說很多人丟一些散銀去許願 現在好像有小許散銀在這裡 這裡還保持很多舊式的設計 為什麼這棟建築物廠所在酒店呢? 很廢主 Hi How are you,Dude? I'm waiting for you Is it? 好,繼續說 咖啡廳的部分都不能進去 因為要給錢吃東西才進去 下次就來給錢吃東西 但是你會看到它的天花 這些的設計 我都來過幾次汽車活動的 不過好幾次都是就這樣來完就算了 沒有看清楚 沒有感受一下這裡 究竟裡面是怎樣的 那下次有機會就來吃吃東西吧 這裡就是剛才說的餐廳 我就是在這條大同村長大的 這裡雖然是久了一點 街坊街裡又脫皮脫了一點 但是在我心目中 這裡是最漂亮的地方 那裡遠處看過去就是石澳 石澳健康院 這裡有一個石澳健康院 價格有錢人就 開頭看到這一幕 他就是保安部長教頭 聽他說自己曾經以一套苦學商業權 打死過一隻獅子 但我想也不明白 香港又怎麼會有獅子 這裡看到有石澳的一個巴士站 這個欄杆就看到其實 喜劇之王有一幕 是在這個位置推進去的 當時還看到欄杆 現在還有 這餐呢 西澳片飯泥湯茶滑咖啡 改凍飲就可以 加兩元 什麼是全日供應的 雞腿沙律漢堡包 多少錢啊 20元 看熟一點 從石澳健康院那條路 正門進來走一走 其實很快就能走到石澳健康院 1962年石澳健康院 但這一刻就鎖了 那棵樹就在 不過之前呢 打風呢 看到那裡已經 那個牆已經拆了 看不到了 那就是因為之前的颱風 山竹的影響呢 就當時導致石澳的海灘 那些浪的山 就推上去 那跟街坊聊過 其實就打完風之後 這裡就滿目瘡移 那也是那個學校的範圍 都被那個海浪推倒了 所以現在看到的這個位置 是後期再周緝過的 所以你看到暫時就是工程進行 所以就進不去 以往呢 棵樹之後就是樓梯吸落的了 那現在你看到就已經不同了 因為那個位置 倒了 那至於呢 就健康院外面那個小空地 最近莫文蔚推出新歌的時候 就在這裡拍過MV 但是普通人呢 就不能夠走進去自己或是拍照 那些 就暫時是不可以的 紅爺 教紅爺做戲的那間酒吧 那個位置呢 其實都還在這裡 但是都沒什麼特別的了 而且街坊都覺得 越路啊 都是重新再鋪過 因為當時打風呢 這個地區的影響是很誇張的 所以這裡全部都是一些新鋪過的磚 那些圈啊 那些牆啊 好啦 在價格有錢人裡面 一個拉上的鏡頭就看到 成記的士多 成記士多在旁邊 那所以呢 就透過這個位置去考證 就是當時Mii他們的家 那個石油氣泡就是這裡 那當然現在的樣子就不同了 我看一些Google Map可能就找到 因為呢 就是看到呢 當時呢 Wilson啊 林偉峰呢 就是這裡進來的 那我看到幾條柱 後面有一條燈柱 其實 這條燈柱是最幫到手的 這條燈柱是這裡的 這條燈柱 因為這條燈柱 都沒有再沒有燈柱 對啦 是剛剛這一條的 據說當時那個 價格有錢人的場景 是唯一拍戲再搭建出來 應該跟他原本的樣子 是有差別的 是因為在報道的時候 就這樣說 Anyways 今天回來食物 看一看幾個點 雖然好像有很多地方都看不到 但是沒辦法 這個都不是我們所願的 只能如此 OK 如果看了這條片之後 想重溫價一個有錢人 和喜劇之王 立即可以上到HM VOD 現在 只要你成為HM VOD會員 立即送你一個月免費試用 再加700點 等於提多28套電影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 沒有兩點啊 都說是啦 在等你而已 多謝大家都會找到電影場景 我想到電影場景在哪裡的時候 都會想你了 好了 今天影片到這裡 我們記得分享 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跟訂閱 別忘了 我們下條影片 等會 按讚 有 連接